车顶帐篷有风险啊 入手虚谨慎 你只要一依靠就掉下去 可以把你晃倒 那时候你可能就摔倒车 脚一歪就失去了重心 就容易摔倒摔下车 还有很高的人 千万不要玩车顶帐篷 这是仙气呀 还是仙气呀 还是仙气呀 看看今天的阳台 整个是水漏漏的 全部都是水 到处都是水 上面的这个靠枕都是水 哇这是哪里掉下来的 天哪 天花板上都是水 这个墙壁上看见吗 全部都是水 住在海边的人 都是这样吗 这也太难受了吧 我得下去看看我的车 成什么样子 车顶帐篷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酒店里的楼梯 楼梯间 看一下 我还以为只是 阳台上是这样的 没想到你看 这应该是属于室内了 都是这样子 太可怕 他们说这个叫回南天 所以以后要错开这个时间段来广东 这是来到一楼了 看一下 整个是汤 这水走路呢 哇也都是水呀 我主要是要看一下车点帐篷 有没有被屋的里面发了霉 车里面啥情况 稀稀地看这个方向盘上面 也都是一圈的这个湿器 来看一下帐篷的里面 你看放在这里 接了这么多的树叶子和花瓣 都是蛮漂亮的 它里面的这个裹起来的地方 还算是比较干吧 就是外面那一圈已经全部湿透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可以 下次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帐篷里面体验一下 这样的话就知道它实际的防雨功能了 打开通知器 睡在车顶帐篷上 切记不要靠 切记不要依靠 你只要一依靠就掉下去了 所以那种睡觉比较来回乱翻腾的 甚至喜欢梦游的人 你千万不能睡在车顶帐篷上 因为四面都没有支撑 就是前后两边我觉得还好 因为有两根这个 好歹还能给你挡一下 这边它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支撑的力 这边是一点都没有 你直接翻身就掉下去了 看一下这个横杠子 它这个间隔的距离特别的尴尬 脚大的人容易崴脚 脚小的像我这样直接就把脚插进去了 所以特别的危险 脚一崴就失去了重心 就容易摔倒摔下车 这个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因为我这个车 对于这个重量来说 它没有太多的要求 就是你稍微重点也无所谓 因为它车身本身就很重 而且对于木马人来说 驮这样的一个架子 可以说是小儿科 现在就是考虑怎么让它平整 又安全 比如说我装上去之后 因为毕竟是厚装的 走到高速上呀 走到这种天坡路上 会不会就是掉下去 这个问题都要考虑一下 是用这种板材呢 还是用什么板子 或者呢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整体的板子 放上去 比如说那种挺薄的那种铝板 就薄薄的做一层 我整个把它镶在上面 全部焊死了 这个行不行 它这个有个回弹力 你必须一股落气把它摁下去 这个时候如果你松手的话 极有可能就回弹了 一回弹直接就可以把你晃倒 那时候你可能就摔到出来 快速的把这个粘好绑牢之后 它就不会回弹了 因为这个它的粘合力还是足够的 但是随着这个日常的这个使用 风吹呀雨淋 它能不能一直这样子就很难说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 应该还是有一个绑绳或者什么的 比如说这个样子固定好以后 从下面穿过来 给它固定一下 用个什么钩啊 对吧 用个什么钩往中一扣 或者是直接用一个那种防水的绑绑绑 绑起来我感觉更空谱一点吧 还有恐高的人千万不要玩车顶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梯子 晚上睡了之后呢 这个梯子它收不上去 你说 这如果说有那种不怀好意的人 顺着这个梯子就爬上去了 所以这个我在想 怎么能够改良一下 晚上睡觉的时候能把它撩上去 还有一位网友让我给他拍一下 我的这个复电瓶 因为那天我不是有一个海边露营的 是用这个电磁炉烧饭吗 他们说你哪来的电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摄认 前来飞员送过来了 大家看到红线跟蓝线 就是从车头的那个发动机上甩过来 我买了一个10米的公牛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甩出来用电了 这个就是当时买电瓶的一个 自带的一个木箱子 我把这个侧板给它锯开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从里面甩出线来 这个呢是逆变器 飙着的是4500瓦 但实际上是不够的 对吧 它只能带动2200瓦的电器 电瓶呢是250安 就是理论上讲 它说是可以存2.5到3度电 我感觉还是可以满足我们日常所需了 有的那个朋友说根本没必要用复电瓶 但是通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 使用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做的非常的有必要 而且也是明智的一个选择 你出来以后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电瓶 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用卡丝炉 当你不能用卡丝炉的时候 你有一个电瓶那你就不怕了 老妈下来了去哪去 到海边 那走吧到海边溜达去 咱们马上就收拾 差不多就走了 就离开这里了 好的 去哪呀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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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安排个随便 大家给推荐个叫随便的地方 我们安排老妈过去 海边长大的人就是厉害 这么大的这种愣 我们看着都害怕 抱着小孩就在这个海里游 我看着都害怕 我是不敢 看这边的水真的很好 老妈 真好 老妈也要上去 老妈你小心你的鞋子 干脆也把鞋子脱了 这边的海真的很漂亮 你看着海浪 一波一波的 今天的沙滩上垃圾不多 我们本来还想再捡捡垃圾 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今天你看这片沙滩很干净 想捡垃圾都没有 说明人们现在很文明了 其实之前的垃圾也是以前扔的 被大海游冲上来的 啥东西 好漂亮 收起来吧 嘿嘿嘿 大家好我是李姐姐 带上老妈 床车自驾游 我们坐着我们的这个 梁石一厅的床车 开始了到处旅游 到处流浪的生活 好吗好不好 好 我们下一站去哪儿呀 咱一边 好 本一切才是很圆 我们下垃圾 再多了一路 再多一路 那 belt 我们下垃圾 让我回来 怎么